一年一度舉辦的香港渣打馬拉松 相信大家沒參與過都可能有聽過 但原來在43年前 美國著名的波士頓馬拉松 竟然有一個參賽者以荒誕的作弊手法而贏得冠軍 但他最後的下場就令人唏噓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件事件 本集的主角叫做羅西魯伊斯 生於1953年6月21日 是一個古巴瑞美國人 在1962年 他跟隨家人移居到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曼菲斯 後來他和母親分開 和依依叔叔和表親在荷里活一起生活 十年後他從南布羅玉德高中畢業 然後就讀於惠恩州立學院 他在1977年畢業獲得音樂學位 畢業之後他沒有從事音樂相關行業 而搬到紐約市 開始在一間叫做Metal Traders的公司工作 但後來他的一個決定就令他一生從此成名 在1979年羅西參加了紐約馬拉松 這行比賽在1970年成立 是世上最大型的馬拉松賽事之一 馬拉松全程長42.195公里 而羅西就以兩個小時56分鐘29秒完成 他的成績排列第11名 首次參賽就名列前茅實在相當出色 在一年之後即是1980年他更加打算在下一城參加波士頓馬拉松 波士頓馬拉松早在1897年成立 是全世界最歷史悠久的馬拉松比賽 不過比賽一直都不讓女性參賽 直到1966年有女炮手不顧主辦單位波士頓田徑協會反對而私自參加 而在1972年協會終於讓步准許女性參賽 但這行馬拉松直到1980年之前女參加者的數量都不多 只有10人 同時波士頓馬拉松都不是人人都能夠報名 因為參賽者需要在比賽之前18個月內 是另一個馬拉松比賽中成績達標 此外各年齡層的參賽標準都不同 例如18至34歲的組別 男性的標準為3小時 而女性的標準是3小時30分鐘 也即是26歲的羅西的年齡界別 由於她早前以2小時56分鐘完成紐約馬拉松 所以成功達標能夠參加波士頓馬拉松 成為這行賽事史上第11個女參賽者 不過她報名的時候就發生一個小插曲 因為她來不及看自止日期之前報名 本應該無法參賽 但是她聲稱自己有腦癌 所以獲得特別豁免 結果第二次參加馬拉松的羅西 竟然在1980年4月21日舉辦的波士頓馬拉松 比賽中再創佳職 而2小時31分鐘56秒完成比賽 還奪得比賽冠軍 她不僅比起自己去年參加的紐約馬拉松成績發了25分鐘 更加打破了大會紀錄 而更厲害的是 她跑了史上第三塊女子馬拉松成績 她的成績震撼一時 傳媒都稱她為天才馬拉松選手 而當記者問她奪官悲劇的時候 她就回答 我今日早起床就覺得充滿力量 她還表示自己的馬拉松技巧全靠自學 沒有任何人指導 正當她打算繼續挑戰更多馬拉松比賽的時候 質疑的聲音就接種而來 作為比賽新手的羅西 由於馬拉松成績實在太令人出乎意料之外 所以當她奪得冠軍之後 已經有人提出質疑 第一 她除了去年參加的紐約馬拉松 就再沒有其他旺跡 大家都沒有聽過她的名字 對於一名只是跑了兩年的馬拉松選手來說 有這麼好的成績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第二 有人發現她完成42公里的馬拉松之後 幾乎沒有出汗 臉沒有紅 頭髮都沒有散亂 她站在台上領獎的時候姿態異常輕鬆 完全不像跑完馬拉松 第三 由於當年的馬拉松女性參賽者不多 所以威爾斯利學院 即是一間女志文理學院的學生 會在某一段的路程 群起為女性參賽者歡呼打氣 這個是馬拉松多年來的傳統 不少記者都會捕捉學生為女跑者打氣的一幕 但是當記者問及羅西有關這件事的時候 她就知不已對 似乎對這件事一頭沒水 另外有記者在訪問她的期間提起馬拉松述語 間歇跑即是透過高強度的快跑 和低強度的慢跑做結合 當時她不單止沒有回應記者的問題 更反問記者什麼是間歇跑 什麼是嗎 而男子左冠軍 連續三次贏得 波士隊馬拉松第一名的比爾羅傑斯 也對這件事覺得很可疑 之後有人指她的外形 都異於經典的馬拉松選手 體態相當鬆夸 大腿都不像其他世界級跑者 那麼纖瘦和肌肉發達 根本就不適合長跑的身形 事實上 她的淨心率都跟其他精英選手的標準差距甚遠 淨心率 是正常人在安靜的狀態下 每分鐘心跳的次數 淨心率會因為年齡 性別和其他生理因素而改變 對於一般人而言 淨心率是每分鐘65至75次 淨心率越低代表心肺功能越好 而專業的馬拉松選手的淨心率 幾乎都是每分鐘40次左右 例如2000年認識來奧運的馬拉松金牌得主 高橋上子小姐 她的淨心率就只有每分鐘35次 因為馬拉松選手在長期訓練中 心機鍛鍊得強而有力 能夠拉伸得很長 所以令心臟每次泵血之前 都能夠儲存更多血液 但是根據報告 羅西的淨心率是76 比大多數女性馬拉松運動員高得多 很明顯她根本沒有接受長期訓練 也沒有運動員的體質 那究竟她怎樣可以在短時間內穿越42公里呢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日時會無形銀行 學校 政府機構 要求你到假網站輸入你的資料 令你敏感的個人資料被大徒看得一乾二淨 所以如果不想成為原子檔案下一個奇案主角的你 就需要一個可靠的VPN 令你上網的時候不留痕跡 敏感的個人資料亦都受到保護 而今天原子為大家帶來的就是Sherfshark的VPN 它除了支援不同手機和電腦系統之外 無論你訂閱哪個方案 連線裝置的數量都是無上限 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的裝置都可以受到保護 同時熟悉原子的朋友都知道原子是Netflix迷 而用Sherfshark的VPN就更加可以收看 其他國家獨家的Netflix星材節目 而Sherfshark還提供30天退款保證 現在透過原子訂購的朋友 除了可以享有17折的折扣之外 還可以獲得額外三個月免費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在下面的內容簡介區 Click入網址申請 輸入Mr.Adam 後來一個叫做蘇珊的自由攝影師 更加講出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 蘇珊表示在1979年紐約馬拉松期間 即是羅西第一次參加比賽的時候 兩個人曾經在地鐵站遇上 當時正在比賽中的羅西表示自己受了傷 蘇珊還出於好心地和羅西搭地鐵 還送她到終點區的急救站 但攝影師蘇珊其後得知羅西竟然在這次比賽中獲得第11名 更加其後贏得波士頓馬拉松冠軍 就覺得時有QK 於是主動向負責機構舉報 蘇珊公開了這番說話之後 很多跑手都紛紛表示在比賽中途沒有見過羅西 當中包括了取得第二和第三名的參賽者 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大會曾經告知他們只是排在首名和次名 如果羅西從後超越他們 成為第一名的話 兩個人根本就不可能沒有見到他 甚至連途中的檢查站職員都沒有見過他 此外 在多張現場所拍的照片和影片裏面 都見不到羅西的身影 而兩名哈佛學生回憶起 當時羅西在距離終點半億里的英聯邦大途上 才在人群中衝出來 根據多個比賽中的證人 身體上各方面的蛛絲馬跡 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成績 大家就已經斷定他在比賽中作弊 還稱他為假跑女王 在比賽之後4天 無論是紐約馬拉松 還是波士頓馬拉松的舉辦機構 都認為羅西沒有跑完全程 而值得一提的是 波士頓馬拉松最後將冠軍 改頒給加拿大的跑手賈桂林 他的成績是2小時34分28秒 同樣打破了賽會紀錄 而大會更為他補辦了一場衝線儀式 之後波士頓田競協會正式宣布羅西終身禁賽 而且他在比賽中的成績亦作廢 之後真正的比賽冠軍賈桂林 在訪問中表示不乖罪羅西 反而更加會同情他 但是大眾就沒有像賈桂林一樣寬恕假跑女王 涉嫌作弊的他 他馬上成為了美國大眾爺語的對象 亦成為了馬拉松史上惡名超張的人物 之後Doing a Rosie更加成為了馬拉松界的鯉魚 意志在比賽中作弊的行為 另外在波士頓馬拉松終點一公里外的肯莫爾廣場 有一間酒吧更加設立了一面指示牌 牌上面寫著羅西松這女起跑 除了爺語他的作弊行為 而同時提醒跑者來終點已經不遠 多年來羅西一直都沒有承認自己作弊 還拒絕交回獎牌 但是有報導指他的作弊行為並不是畏才和名利 而只是為了另一名喜歡馬拉松的老闆 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經過這件事之後 他就再沒有參加過任何馬拉松比賽 不過他的戲劇性人生就沒有因為這樣而結束 因為在比賽兩年之後即是1982年 他被發現在一家房地產公司來用6萬元美金而被捕 而即是相當於今天的130萬港幣 今次他沒有辦法再逍遙法外 被判入獄一個星期換刑五年 但是他的犯罪行為就沒有停止 在一年之後他因為參與可卡因交易而再次被捕 被判處三年刑期 而在1984年一月他和一個男人成婚 但是這段婚姻只是維持了短短兩年 雖然假炮的醜聞一直困擾著他 令他多年來飽受外界批評 不過在比賽的20年之後即是2000年 他仍然堅稱自己沒有作弊 但後來他的一個朋友史提夫就表示 羅西曾經在賽後幾個月向他坦誠自己有作弊 羅西當時表示自己從人群中跑出來 在中線之後他得知自己贏得第一名都感到很驚訝 如果史提夫所言屬實 羅西可能從來都沒有計劃以作弊的方法獲取冠軍 不過到底他奪冠是純粟意外還是精心策劃 就只有他一個人才知道 時間到了2019年8月7日 66歲的羅西因癌症離世 在他去世之前一個月 當年真正的冠軍賈桂林曾經接受訪問 他再次表示非常同情羅西 而雖然如今羅西已經不在人世 但他為後世所留下的印象 相信就只有比賽造假一事 不過除了美國的假跑女王之外 各國的比賽亦不時出現造假事件 但接下來要講述的比賽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競賽 而是一隻隻會飛的信甲 在2017年 中國的上海信甲協會舉辦了年度賽甲比賽 當中參賽的信甲只有1歲 主辦方收集參賽信甲之後 會同時在河南雙幽防飛 最早遞達上海自養點的信甲就能夠勝出 這個比賽的獎金很豐富 冠軍可以得到45萬 押軍有接近34萬 貴軍有22萬5千 第四名就有8萬元 雖然獎金吸引 但比賽的路程亦相當遙遠 由河南雙幽至上海的直線距離為650公里 而甲子的飛行速度為每小時160公里 所以大家預計信甲 每次要6小時才可以抵達上海 而在2017年5月1日 即是比賽當日 大會在組上放飛6000隻信甲 誰知很快就出現令人意想不到的賽果 因為在下午4點36分 一隻信甲已經飛抵上海自養點 只是用了三個幾小時 比起預計時間快了足足三個小時 而巧合地之後四分鐘內 再有三隻信甲抵達 第一名的信甲由一個姓公的男人自養 而第二至第四隻就是由一個姓張的男人自養 就是這樣比賽第一至第四名都由他們包辦 贏得合共109萬 但是當大會宣佈賽果之後 就引來廣泛的質疑 原來比賽第五名的信甲抵達時間 比起第一名慢了50分鐘 參賽者都認為 公姓男子和張姓男子那四隻信甲的速度 發得令人難以置信 懷疑他們造假 面對多個質疑 不知是否因為兩個人作賊心虛 他們都表示想放棄領取過八萬的獎金 這個舉動令大家更加鍛定兩個人曾經作弊 於是上海信甲協會隨即成立調查小組 小組宣稱會對比賽名至頭一千隻信甲進行全面檢驗 但當小組檢驗信甲的時候 就發現第一至第四名即是公姓男子的信甲遲遲沒有出現 之後他們竟然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的信甲已經死亡 參賽者和舉辦單位都認為兩個人殺死信甲避嫌 於是舉辦單位就決定報警 由警方調查事件 而事件的真相也隨即水落石出 原來公姓男子早在比賽之前有認識 他們在比賽之前一年即是2016年就策劃造假 他們先在河南和上海即是起點和終點的地區 設置自己的甲舌 找來了一批已經成熟的老甲 他們先在河南的舌甲致養和訓練他們 令他們屬佔河南的飛行路線 接著兩個人由大老甲到上海訓練 來到比賽之前一個星期 他們將幾隻信甲交給主辦方 還冒充他們只有1歲 比賽當日主辦方將全部參賽的信甲 由河南放飛之後 兩個人的信甲沒有立即飛往上海 相反他們飛回去起點區的甲舌 之後兩個人將參賽的信甲裝入牛奶紙盒 然後他們就假扮裝著點心 乘搭高鐵來到了上海 到達上海之後他們再放飛信甲 給他們飛往比賽的終點 就是這樣 他們帶著信甲乘坐高鐵 成功製造信甲由河南飛到上海的假象 兩個人從實招來之後 上海法庭判他們作弊有罪 但由於他們一早就放棄獎金 所以避免了長達10年的詐騙罪刑期 而最終法庭判處他們監禁3年 但是他們為了高額獎金而作弊 甚至殺死信甲去毀屍滅這個行徑 除了另一眾參賽者憤怒之外 同時有人質疑他們刑期過輕 也希望主辦方設法避免有人再作弊 不過原始就有一個質疑 公將二人順利敢以老鴿 武衝成一碎的甲子 然後當時又肆無忌憚 以快到誇張的時間贏到比賽 面對這麼吸引的高額獎金 那究竟主辦機構內部 有沒有人緣牽涉在造假這件事裡面呢 本集團 本集團 本集團